尚言于逆风剧团射封三界伏魔神威远政 天尊关圣帝君圣前 福愿逆风剧团世境无灾子弟平安 车马行舟坦荡无碍 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授客演讲变才无碍 这是供奉关圣帝君并书文咒报的祭天仪式 而在这个看似堂口的地方 并不是黑社会的己会结社 而是一个叫做逆风的青少年归父协会 4月20日家族聚餐前的祭天仪式 他们所供奉的关圣帝君 不同于一般手持关刀的形象 而这个缘由也与逆风这个组织的形成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觉得因为我们自己过去 是在这样的成长背景长大 我们很多的青少年过去也都是在参加镇统 或者是参加宫庙 或者是参加等等很多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其实我们想象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要怎么样透过一个信仰 能够让孩子聚集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特地请了我们的帝君 来到这边镇守跟保护大家 但我觉得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就是 很多人在拜的关公都是拿关刀嘛 但是我们帝君很特别 我们帝君是拿书 对 就是我们就是俗称的文关公 因为我们是希望孩子来到这边之后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陪伴过程长大 他们可以更加理解自己的需要 真的是自己还有什么不会的地方 我们始终希望孩子最终都可以回去学校念书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帝君拿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我觉得逆风的青少年他的来源很多种 可能有的是已经辍学已经离开学校 甚至是有的正在辍学边缘 因为学习低成就 或者是他们可能家庭知识系统不足 可能没办法继续支撑他们继续念书 所以这些孩子多半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原因跟理由离开学校 那我觉得逆风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常跟孩子说你去学校念书你要知道为了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也在辍学边缘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学习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对甚至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创办的尾胜 他也就是高中选择休学 对但他最后也决定回去学校念书 那我觉得这些过程是 很大的一个重点是我们让孩子在陪伴的过程了解到自己有什么样的需要 你到底为了什么学习而念书 对那最终真的等到你准备好了时候 我相信你回去学校那一天会发生 在或许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不服管教的孩子 那在我眼里他们每个都是人才啊 他们每一个都是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都很好相处 怎么会有不服管教的事情发生呢 就是你有没有用对方法吗 就是你不如跟他在同一个姿态 然后去叫他然后去跟他对话 以前老师常常会说他说的话永远是对的 然后帮我们就是决定这个决定那个 我们家长老师都是这样子 可是有几个人去问过这些孩子说 那你们会怎么做决定 所以我觉得逆风在陪伴青少年过程中 我们其实是用他的角度来跟他对话 我们跟他就是朋友 就是你不要叫我老师我也不是你社工 对就是你也不是我学生 我们就是你就是我兄弟 对那我们一起成长 可能你这条路会走的比别人辛苦 你会走的很累 但对我来说就是没有关系 反正我会在过程中陪着你 藉由同温城的文化交流 逆风可以与青少年快速破冰 这些被贴上行为偏差 不服管教等标签的青少年 逆风的做法则是站在他们的立场 用倾听陪伴以及聚餐的方式 加深彼此的熟悉与羁绊 让青少年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当初我会来嘛就是那时候刚好 遇到了我们团长伟胜的一个演讲 我觉得有一个剧团 他是为了青少年 然后那种社会议题来成立的 我觉得蛮酷的 然后对我自己其实有一些感触 所以我觉得就想要继续待着 对啊因为我相信其实很多时候 那些年纪比较少的朋友们 其实他们很多遇到很多问题感 没办法去用言语去表达出来 因为可能因为爱于家庭 爱于学校 或爱于什么朋友之间的关系 但我觉得在这边的话 就是可以比较real的做自己 不会有这么多的约束 不会有这么多的那个 我们可以倾听彼此是遇到的问题 然后一直想办法解决 在高中的时候也有参加过戏剧社 然后也有演出 只是后来因为我忧郁症的原因 就是我又没有办法很好的参与演出 因为排练也不太常出现 可是来到逆风以后 我觉得逆风他们会先关注说 你的情绪怎么样 你的状态怎么样 你今天还好吗 他们会先关注这一块 而不是说 你就是要演出这样子的角色 你就是要演出这样子的状态 而是会先关注人 而不是角色 会觉得有一群陌生的人 愿意花费他们的时间去接住 另外一个可能快要坠入黑暗的灵魂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 我很开心有这样的团体存在 也很开心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子的团体 我觉得我们三个当初在18岁之所以会成为逆风 成立逆风的原因 我觉得就是不希望这群孩子过着或者是走上跟我们一样的路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有自己的一段生命故事 所以像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据点 就是当初我在18岁的时候许下的梦想 那时候我就告诉另外两位伙伴说 如果今天有个机会 我们今天有一些资源 我们一定要租下一个空间 因为那会是成为这些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家 对 那我觉得源自于我自己过去的生长背景 对 因为以前很常被赶出家门 因为真的不喜欢念书 然后跟家里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在每次在可能在晚上 在游荡或者在公园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回去 那家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什么 对 所以在成立逆峰的时候我就默默许下一个愿望 就是如果今天有能力 我一定要租下一个空间 我想要让每一个夜晚还不知道去处 甚至在外流浪的青少年 都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回来 对 对我来说 逆峰它不仅仅是一个做好事的帮派 它更是一个家 是我们在这个夜晚 还是说我们人生迷惘中的一个灯塔 就是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着你去找到方向 逆峰的共同创办人 陈伟盛诚说 我觉得逆峰扮演着平台和音道员的角色 在青少年情感慢慢失去温度和连接的时候 我们搭建平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藉着人与人的联系 让情感产生羁绊 在这里他们是兄弟 是朋友 也是家人 藉由凝聚这股温暖的力量 让善的循环能持续影响更多需要陪伴的青少年 记者丁克与张志佳、吴哲温 台北采访报导 现在有没有人知道 д吴哲温 氐温